本期内容主要是围绕 有关于中国南兰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而展开讨论的 相信不少对南兰赛事运动保持着关注的球迷粉丝 都可以了解到 上海南兰与江苏南兰的赛事正式开始前 上海南兰对外发布出了一则重要信息 由于是和球迷粉丝产生直接联系的 因此在得知此番决定过后 另不少球迷粉丝都表示赞同较好 那么其中 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呢 下面就请跟随小编的步伐篮一同往下看吧 从赛程信息当中可以发现 除了上海以及江苏南兰 其他南兰队伍的对局基本已经是有结果了 看到上海南兰将季后赛的赛事对局拖沓许久后 不少球迷粉丝对于队伍当中球员以及教练员的表现 都或多或少不太满意 其中也不乏出现一些希望主教练李春江下课的呼声 其实也能够想到 大家对上海南兰的议论多是犹豫 此前认为上海南兰获胜的概率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 或许是感受到了球迷粉丝们对于 球队上一场赛事结果的不满 因此近期 上海南兰官方向外界透露出了于 江苏南兰赛事比拼的相关售票信息 与其他南兰队伍进行比较过后 可以明显看出 上海南兰的对外售票价格明显低很多 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算作是对于球迷粉丝的弥补了 如此一来 也能够让更多支持球队的粉丝们来到比赛场地 去见证本次上海南兰认真对待之后的表现 与此同时 在得知王哲林将会参战次次比赛过后 就更加让球迷粉丝确信 看来李春江等待原因或许就与球队阵容是否更加完善有关 综上所述 我们将会在上海与江苏的对决当中 看到极为激烈的对决表现 在李春江信心满满的同时 也有球迷粉丝表示希望江苏南兰可以全力以赴 这样才是真正的南兰赛事对决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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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机椰